你知道這是跟學生一樣 一個學生本來只能考四五十分 他突然在那個江蘇省委書記面前 念稿念到了臺灣總統 然後寫出了那個書法 擺十二這件事情 對於一個本來對他沒有什麼期待的 這些人來講 他突然做到這個行為的時候 所以網友突然說 他臺獨教父 真的在江蘇省委 雖然江蘇省委書記說 他是臺灣地區領導人 但至少他念稿的時候 念出了臺灣總統這四個字 一般人會講 最多他會講是中華民國總統 可能沒有對他這個期待 根本沒有這個期待 真的沒有這個期待 他講出這些東西 會超出我們對他的預期 所以他平常講 他在昨天以前 應該說今天以前 他其實他的那個分數是有加到 但我不知道他今天怎麼回事 他今天可能過度高興 因為他早上去參觀 那個辛亥革命博物館 在那邊講用廣東話 在那邊講三民主義 五全憲法 整個人嗨起來 然後加上他前兩天的表現 對鄉民來講 他已經給他一個比較好的評價 所以他可能有點高興 然後一方面又覺得說 他的聲量不如廢廢 他想說我馬英九去那麼多天 大家都在討論廢廢都沒有討論我 所以他今天就加碼 你要知道我們剛剛討論 那個武漢肺炎那個行程 那個其實他上禮拜公布的 那個行程是沒有的 我們知道他要去武漢 我們知道他去參訪 什麼辛亥博物館 但是其實那時候 還有人在討論說 你都已經到武漢了 你要不要乾脆去華南武商市場算了 就是武漢肺炎的發源率 結果馬英九不知道聽到大家講還怎麼樣 他今天真的就來個突襲 而且記者問他說怎麼會今天突然去參 參訪這個武漢肺炎這個紀念館 他還講說為了給你們一個驚喜 他真的給大家驚喜 他驚喜 他今天聲量回來了 今天總算他的聲量不輸廢廢 他追上來 問題這個聲量可能不是正聲量 可能是大量的複製 因為這種說法 我知道遇政委員剛剛有幫他解釋 他的時空背景 可是從一般人我們聽的結果 就是一句話 他說中國這個疫情初步的 做到好的控制 其實是對整體人類的貢獻 你不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哪裡 怪怪的嗎 就是說先不要管COVID-19 是不是從中國出來 至少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搞得全世界這三年 大家雞飛狗跳 大家烏煙瘴氣 結果你現在給我說 中國的這個行為 是對整體人類的貢獻 然後加碼說 我們的政府對你們造成困擾 你不是很奇怪 你今天要道歉也輪不到你 因為蔡英文的蔡政府的事情 什麼時候輪到你一個馬英九 在中國的武漢 去跟對方的政府道歉 這兩 光這兩件事 我不管他當時的情境 因為我剛剛遇政委員強調說 他在那個情境底下 他回到什麼 但我說從一般我們看到的 那個畫面跟聽到的聲音 說你現在這個 曾經的中華民國總統 你去那邊講 這是他們有貢獻 還是全人類的貢獻 你比譚德賽還譚德賽 譚德賽後來都收口了 你知道當年的譚德賽 可能為了他的官位 他那時候還在那邊幫中共習近平講話 講到 後來都會講不下去 結果你今天你超越韓德賽 你又不是世衛秘書長 所以我說馬英九 他今天這個行為 就有點我們講的 可能是樂極深悲 衝過頭 前兩天的表現 大家對他覺得說不錯 臺灣總統 而且還期待說 他會不會 比方說今天見宋濤 或下次見到誰的時候 他又嗆出臺灣總統 現在比方中共在怕他 你知道他講 嘴巴在他手上 他要怎麼講 你也沒辦法控制 雖然你可以把他剪掉 央視可以把他講的 沒句話剪掉 可是他講就是講的嘛 所以大家還怕說 大家還期待說 馬英九會不會在下面的行程 又嗆出他是什麼 中華民國總統跟臺灣總統 結果你今天搞這一把 我跟你講你整個去掉了 可是這件事 郭忍請問一下 剛才光潔有說 朱立倫國民黨主席 那因為前兩天講 你們不要對馬英九 垂毛求疵 類似像這些 那今天馬前總統 講的這段話 國民黨要出來表態嗎 或是這個帳 會算在國民黨頭上嗎 朱立倫作為主席 老實說大義名分 他當然要先幫馬英九講好話 也就是說 大家不要吹毛求疵等等 老實說這個我們的人 不管什麼黨籍的身份 到了那裡 接受他們的安排 然後有一些 真的是會被歪曲為統戰的 這個這個行為 其實都是很難以避免的 所以朱立倫先這樣講 老實講是先消毒 這合理 但是馬英九這些行為會不會 大家衍生到是國民黨要幫他負擔 要不要蓋瓜承受 這答案可以說是非常清楚的 除非國民黨開除他黨籍 要不然的話沒有人會說 馬前總統的一言一行 不能夠代表國民黨相當一群人 這很清楚 像我們陳一鎮委員 現在也在幫馬前主席辯護 對不對 當然這個大義名分 你們同黨這個沒有話說 但是問題是說國民黨一定要慎重的考慮說 馬前總統去了之後呢 這些相對的這些反應 對於國民黨自己選票的影響 第二就是馬中央自己也是有他的想法的 你看他安靜了這麼久 結果晉急思動 現在突然躍升為全國輿論的焦點 然後大家都知道金普聰先生跟他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嘛 對不對 也是很好的搭檔 又突然出來講說支持侯市長 換句話說呢 這代表什麼 馬前總統金先生 這一批人馬 在未來國民黨的立委選戰 總統選戰 沒有人會說他們會缺席的啦 也就是說這些人勢必一定會躍升為 臺灣政壇重要焦點 第二就是去了一次 會不會去第二次 會不會去第三次 可以去一次 為什麼不能去兩次三次 然後呢 現在這次去有人說啊 好像一下子這個待遇好像沒有很好 對不對 本來說丁薛祥後來丁薛祥沒有接 只有陳元鋒 可是呢 往後還有好多天啊 說不定還是見得到王滬寧啊 宋濤可以見得到 夏立妍都見得到王滬寧 這個馬前總統見不到王滬寧 所以第二次說明又見到習近平啊 那這些機會我相信他不會放棄 所以呢 未來國民黨的路線到底要跟馬總統 這種至少是相當合中了 我們先別講清中 非常合中 你要不要切割 還是說拿他當資產 然後你該切割 你要怎麼面對深藍的挑戰 我認為這個朱立倫都要去想啦 所以但是總的來看 我認為擁抱他支持他 這個而且盡量把他作為資產 我作為這種想法 恐怕在國民黨裡面 這個不得不得這樣 不能批判他嗎 怎麼批判他 再批判他的話 五百位這個退休軍官 明年要去全部割掉嗎 黃副興這個不要了嗎 不可能